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今天又来提前试读了 该游戏目前在台版还在预约阶段 但老样子 Youtuber跟广告也开始蠢蠢运动了 放肆武林 这次测的是路版 毕竟该款也是来自中国的梁作 去年11月上架的武林闲暇 TAPTAP目前评分3.8分 至于评分会低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广告不实 一开始答应玩家送的抽卡数并不如预期 以及被发现有锁卡池的行为 会指出固定的卡种跟角色 至于台服会不会也比照办理呢? 只能说细思极恐啊 当然玩游戏不一定要看评价 还是要亲自玩过才知道 台湾人那里也是艾瑞尔 之前介绍过 跟目前还在预约的游戏 台版玄宗记为同一间公司 而开发商是金山室友 是由西山居室友独立出去的团队 最知名的IP就是剑侠情缘系列 之前也玩过PC版 不过后来工作太忙 没办法弄副本就退坑了 在当时也还算可以的游戏吧 所以这款游戏的美术画面 会让部分玩家有点熟悉感 看宣传影片的话好像还不错 但可惜的是 CG跟内容终究还是两回事 现实毕竟是残酷的 游戏的核心玩法就是 剑于远征的无瑕版 也是主打抽卡加养成 就看人设跟立会 你买不买单了 算半放置的游戏 过关的时候可以选择丢着或者手动 而其他还是会有玩家操作的部分 会比纯放置的好一些 不会只是看手机秀他的AI 有PVE主线的部分可以推 或者其他爬塔故事跟小游戏等 部分关卡也有扫荡功能 让你可以规避一些重复性的作业 不过关卡的设计跟对手 重复性非常高 很容易就审美跟游戏疲劳 对我而言就是不太耐玩 这游戏也有提供客厂们 专门PVP比拼的地方 所以这游戏其实也是很标准的 初期靠智慧力 后期靠超能力 各种神一般的平民推荐卡组 到后面都不值得一提 建议PVP还是去看YT上的神仙对决就好 别再相信什么平民胜客厂的传说了 结论 后会有期 江湖再见 整体玩法对我来说没有很有吸引力 毕竟以前玩过类似的游戏 所以只要看到相似款都是PASS 游戏玩法千变异率 诱客手段变化多端 如果你喜欢这类玩法 每天上线做完日常就好 课金千万别上头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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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